現在我們現行的勞務動機准法的規定 是不是每週40個小時加1的例 假日有19天嘛 加起來年總工時1928 特別休假是這樣 違法制裁是這樣 你們今天送到本院的 行政院版本的條文啊 改成什麼樣 每週是不是還是40個小時 假日你要砍7天變12天嘛 後面這個你們都沒有動嘛 效果是什麼 工時還沒有減 第二個假日是明確的減少少了7天假 第三個總工時增加 特別休假跟以前一樣 如果以前是形同巨文啊 今天也就是形同巨文 特別休假沒辦法落實 制裁的部分 違法泛濫 我現在單純的就你行政院的版本 歸納出來的結果是這樣 結果你不斷的跟大家講說 這是對勞工最有利的版本 部長有利在哪裡 我們休息日會多了52天 然後休息日加班會提高 休息日多52天 等一下 未來的每週工時是不是40個小時 只有七休一啊 你五十二天從哪裡生出來 就過去是七休一啊 現在如果七休二的話 就會多52天出來 然後84小時變成84小時 又多了13點 84小時那是去年修法的東西喔 現在我再跟你比的是 今天的法律狀態 跟你修法以後的法律狀態 你的意思就是說啦 用砍七天假 去換本來的一例 成為一例一休 這個是你們現在新的政府 跟今天的法律狀態相比 最大的差別 我這樣說應該沒錯吧 我們從來沒有用一例一休 要去換砍七天假 這個前提 我跟我們想法 沒有嘛 好嘛 那我現在先問你嘛 現在的狀態是不是一例 目前是啊 你希望把它改成一例一休嘛 是 現在的狀態七天假沒有改嘛 對嗎 是 那你要把它砍掉嘛 我到底哪裡講錯啊 但是我拜讀了 你們三場說明會的會議記錄 我找不到任何一個勞工團體 支持你們的政策啊 那你總要告訴大家吧 我們每一場都沒有去做特別的民調 但是事實上 我們砍七天假 希望達成全國一致 但是我們有另外一個 一個說法是希望 如果假 真的是需要檢討的話 我們從特休去檢討 沒有關係啦 你說從特休去檢討嘛 行政院的版本 提出來特休增加幾天 行政院版本有嗎 我們認為這個時候提議 是對立法院是不太頭當 所以因為 你們沒有完整的配套 你現在認為是說 用特休來幫你補勞工犧牲的假期 是立法委員提案的責任 不是你行政部門的責任就對了 不是責任 這是檢討 但是已經在這裡審討 對嘛 所以我就簡單的請教你嘛 行政院提出來版本 我只問一個簡單的客觀事實 有沒有特休價的增加 有還是沒有 我們目前因為我們的版本沒有這個 所以在需要在 你們的版本沒有這個 沒有關係 這麼簡單的事實問題 你都可以浪費我這麼多的時間